河南 古称中原 建称玉 因为大部分地区位于黄河里南 故名河南 其实河南一直有一部河南史 就是半部中国史的说法 这也是因为河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自夏朝到清朝的四千多年时间里 共有二十多个朝代在河南建都 两百多个皇帝在河南指挥 全国八大古都河南就占了四个 九朝古都洛阳 八朝古都开封 殷商古都商丘 安阳 不仅如此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 造纸术 火药都发明于河南 中华姓氏大典记载的四千八百二十个汉族姓氏中 有一千八百四十三个集园于河南 且河南有着延续四千年的汉字文化史 还是道家 墨家 法家 名家 纵横家等思想的发源地 河南自古以来人才辈出 在晋朝时就有天下名人中周过半之说 老子 庄子 墨子 韩非子 商鞅 杜甫 岳飞等 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都出自河南 悠久的历史也给河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 截至2017年 河南共有世界文化遗产六项二十五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 河南是元代以前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 它长达三千年处于全国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见证着中国历史的更迭新衰 的确称得上半部中国史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民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梦 结果挖出了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 惭愧不已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 往期风采中即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